花蓮市立幼儿园一连三天为各组年龄层的幼童设计了不一样的儿童节体验活动 4月1号是带领大班小朋友到餐厅来吃牛排 也验收小朋友们在校学习的西餐用餐礼仪 花蓮市立幼儿园大班小朋友的儿童节庆祝活动 特别安排让幼童前往餐厅享用牛排大餐 除了欢欠儿童节更要验收孩子们在学校学习的西餐用餐礼仪 今天是我们一系列为我们室友小朋友举办儿童节的活动 那今天是大班组的活动 我们希望大班即将要在我们市立幼儿园毕业 我们教会了他们很多餐桌的礼仪 希望能够借由今天西餐礼仪的课程 让他们能够成为小绅士小淑女 然后也能够增加他们在小朋友之间的人际互动 然后大家一起聚餐 享受这样美好的记忆 小朋友们分组做好 每一桌都有老师和志工家长在一旁协助孩子们用餐 从餐前的面包 酥品浓汤到排餐上桌 小朋友们秩序良好 也相当遵守礼仪的用餐 园长曾凡杰也代表市长薇嘉贤 发送儿童节礼物给每一位小朋友 祝孩子们儿童节快乐 借理会幻市报道